一条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冬天需要一件格子的衬衫 比如说我们冬天就是一个内搭再加一个大衣 那其实这个搭配是完全完全不出错的 但如果我们希望在我们搭配上面多加一个亮点的话 要么就是配饰 要么就是樱花的一件衣服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格子衬衫别在里面 然后外面直接再加我们的大衣 因为它是一个樱花感 所以我们记得把我们的脸子给它翻出来 袖口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不需要增加多余的配饰 但你看我们搭配是不是有层次感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衬衫当成一个内搭 然后下半身直接搭一个牛仔孔 因为明显的感觉我们在穿搭上面 它有颜色的过渡以及有穿搭的细节 你看这三个色盘 这依旧也很好看 另外一个造型是今年比较流行的那种 臭皮的感觉 就如果天气不是特别冷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格子的衬衫 跟一个马甲迭在一起 那马甲的颜色只要跟我们的格子衬衫 是一个相近色就OK 完之后下半身搭一个臀色系的短裤 因为它本身都是红的颜色嘛 就想说跟我们的这个格子可以呼应在一起 因为像格子衬衫它本身就是自带亮点的 所以当冬天大家穿得很沉闷或一身黑的时候 我们这个格子衬衫一套 就可以让我们的搭配自带亮点